欢迎各位再次收看五幅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有朋友呢看了我1336集王国的鲁莽的影片之后呢 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他说我们这款鲁莽能不能够搭配地球崛起 或者是Kingdom的Leader Class的Atmos Mind的货柜呢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因为鲁莽过去的话呢很少 我记得好像没有自己的模具吧 有好几次是用了跟OP一样的模具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轮子呢 其实是大小呢是完全一样的啊 然后呢甚至造型也有一点接近啊 你可以看到后方后面的轮子有点像啊 但是呢还好呢并不是相同的模具啊 差点我们又发现一个津田大秘密 那么呢两者的一个比例大小的话呢 跟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大小有没有一样呢 轮子是一样啊 如果照这样子看的话应该是还蛮接近的 那到底能不能够扣上去呢 如果呢我们把这个货柜呢直接这样挂上来的话呢 是不行的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很明显一个倾斜的角度 那我们这个武器的话呢就将它给取下来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没有地方可以挂 但是试一下吧 你会发现呢高度呢依然是不对的 你即使放到前面来会跑掉 并不能够卡住 但是呢如果你再把这个盾牌给拿掉的话呢 嗯就会刚好出现一个洞了啊 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它呢是可以非常完美的搭载这个 Earthwise的这个货柜的啊 那在这边的话呢就算是给各位呢做这么样一个解谜 那么剩下来的这一些部件啊什么的话呢 这个也就不用担心要放哪里了啊 毕竟是我们有个货柜嘛 你可以把它完全收到货柜里头去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